大家中秋节快乐 Matt今天要做椰蓉月饼 椰蓉月饼在这边下图很难找到 我记得去年我在网上有买到过 但今年我们在网上或者是亚洲超市都没有找到 所以Matt打算自己做一下椰蓉月饼 我给大家看一下它是否做的 首先告诉你们它不是一个大厨 它基本上大多数时间都是我来煮饭的 但是它是很有勇气的 每次他想要做什么新的东西 就是不管难度有多高 他都是愿意尝试一下 所以我们一起期待它今天的成果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准备的材料 这个是月饼的模子 我们在Amazon上买的 然后Matt去Costco买了这个椰浆和黄油 还有这个munk fruit 它是代替砂糖的 然后我们前面吃了一下whole food 买了低筋面粉和这个最重要的成分椰蓉 来给大家看一下Matt现在你在做什么 饼皮 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啊 面粉 油 还有糖 糖浆 糖浆 OK 然后这个里面是什么 这是做蟹料用的 是化掉的黄油 黄油还有椰浆 还有点用的 OK 还有很多糖 还有很多糖 OK 那你待会儿会在里面放很多椰蓉 OK 多多也过来帮忙了 多多在搅拌椰蓉 这个里面有椰丝 有黄油 有糖 好像还有猪油 Matt前面说还要再放一点鸡蛋 然后搅拌均匀以后 现在好像好像有点干了 那搅拌均匀以后要捏成团 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地形 那现在再把饼皮和月饼的馅捏成团 准备待会儿包月饼 这看妈妈的压月饼 把这个月饼团先放在这个模子里面 然后轻轻地往下压 慢慢地把模子的盖子拿掉 好啦 包包你要试试看吗 好啊 哎呦你瞧镜啊 怎么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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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你看 哇好漂亮 涂一下蛋液 然后再放进去烤 然后就等最后的成品出来啦 好了 大家看一下 感觉因为我们没有买到碱水 所以烤出来的像很淡哦 不过希望味道ok 对 嗯 嗯 嗯